赵露丝展现了温暖和感激之情,当她离开福州前往上海。 在一场充满感激和情感的温暖表达中,知名女演员赵露丝在福州向粉丝告别,踏上了她前往上海的旅程。 尽管时间尚早,赵露丝温和的举止依然闪耀着,她与粉丝互动时表达了对他们支持和贴心礼物的感激之情。 在告别的热潮中,赵露丝温柔的性格更加深了她与粉丝之间的羁绊。 她微笑着说道,早上好这么早了,她对聚集来为她送行的支持者们的敬意表示了肯定。 赵露丝,你每天都要快乐哦。 常来福州啊,一位粉丝情深意怯地说道,反映了赵露丝的粉丝们对她的真诚关心和爱护。 早上好,宝贝赵露丝热情地回应了另一位粉丝,她的话语回荡着她的忠实粉丝群给予的深情厚意。 在温馨的告别中,也有对她安全旅途的祝福。 早点回家。 一位粉丝喊道,概括了所有向这位心爱女演员告别的人的情感。 赵露丝离开福州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旅程,更是她与粉丝之间兼顾纽带的证明, 他们将继续在她的每一步旅程中支持她。 当她向上海踏出时,她的粉丝们仍然对她的钦佩坚定不移,并热切期待着她的归来。 杨子人气高,四层楼围满人,暖心提议全方位合影,粉丝激动落泪。 杨子现身活动现场,人气爆棚,粉丝们热情高涨。 她以品牌代言人身份亮相,身穿黑色西装外套和白色短裤,搭配高筒靴,展现出帅气风采。 活动现场,杨子与粉丝互动频繁,收信,和影等暖心举动赢得粉丝称赞。 同时,杨子主演的都市剧《成欢季》即将播出,令人期待她在未来演绎道路上的表现。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。 有用。 近日,杨子现身某活动现场,深切体验到了顶流明星的超高人气,活动场第四层楼均被热情的粉丝和群众围得水泄不通。 当日杨子以某品牌眼镜代言人的身份参加线下活动,身着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,搭配白色的短裤,简洁而清爽,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高筒靴,不仅拉长了腿部线条,还增添了一份帅气。 在现场,当杨子亮相时,观众们纷纷发出尖叫,热情高涨。 有人高声呼喊杨子的名字,还有一些涉牛粉丝甚至称呼他为老公,并邀请他做出笔心的手势。 面对如此热情的粉丝,杨子虽然感到有些害羞,但他迅速调整情绪,微笑着向粉丝们回忆笔心手势。 近距离欣赏到杨子的风采,许多现场观众纷纷在网上分享他的美照,称赞他又美又瘦,还很温柔。 当日活动现场聚集了许多热情的粉丝,他们齐声高喊杨子代言品牌的宣传口号,展现出了极高的配合度和对偶像的支持。 此外,还有粉丝手持杨子宝贝《我们想你了》的牌子,表达了对杨子的喜爱之情。 当杨子出现时,有的粉丝甚至激动地落泪,无法掩饰对偶像的热爱与激动。 整个现场弥漫着浓烈的热情和喜悦的氛围,展现出了粉丝们对杨子的热爱与支持。 杨子在走向舞台的过程中,细心地收走了粉丝亲手写下的信件,这一暖心的举动无疑展现了他对粉丝的尊重和珍视。 活动临近尾声时,品牌方考虑周到的提议组织一次大合影,让杨子与粉丝们共同留下这难忘的时刻。 杨子则再次展现出他体贴入微的一面,提议进行三方分别拍照,以确保各个方位的粉丝都能被照顾到。 主持人对杨子的细心,只举赞不绝口,表示粉丝们没有喜欢错人,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爱。 当镜头往后转时,才发现现场除了一楼站满了人,就连二、三、四楼也都围满了热情的观众。 这一幕无疑证明了杨子在娱乐圈的超凡影响力,他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吸引无数粉丝的热烈追捧,他的每一次表演都能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。 无论是荧幕上的精彩演绎,还是生活中的真诚待人,杨子都展现出了他独特的魅力和才华。 4月1日,由杨子和徐凯领衔主演的都市剧《成欢季》定档即将在央视播出。 该剧聚焦于当代母女关系的新生与重塑,以平凡女孩不平凡的人生经历,传达独立奋斗的新时代女性态度的故事。 期待杨子在剧中的表现,也希望她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,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难忘的角色。 杨子的人气真是太高了。 据报道,当她出现在某个地方时,四层楼的人群都会涌来围观她。 这种场面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 不仅如此,杨子还展现了她暖心的一面,提议和粉丝们一起合影,而且是全方位的合影,这种互动真的让人感到温暖。 这一幕让许多粉丝激动得落泪,他们深深地被杨子的亲和力和关怀所打动。 杨子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与粉丝之间的密切联系。 她不仅在荧幕上展现了出色的演技,还通过各种方式与粉丝们进行互动,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她的真诚和关怀。 这种亲和力和真诚无疑是吸引粉丝的关键所在。 此外,杨子的行为也展现了一个当代明星应该具备的素质。 她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,更是一个有爱心,有责任心的公众人物。 她愿意花时间与粉丝们互动,让每一个粉丝都感受到被关注和重视,这种品质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和尊敬。 通过这件事情,我们可以看到杨子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,更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公众人物。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明星,她的粉丝们也因此而倍感幸运和自豪。 希望杨子能够继续保持她的热情和真诚,为粉丝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感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